你剛才就說到內地的環境 你就會覺得經濟前景 你就會覺得比較可以留意 有朋友就問你比較broad一些 他說A股今年可不可以看好呢 如果看好的話 有沒有一些A股的ETF可以讓他參考一下呢 今年來說一定內地方面 我覺得都會受到全球的經濟環境影響 都是會平民發展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A50 我都覺得如果中長線的話 我都會首選是這一隻的 但是來説之前來説 內地方面其實經濟的增長一定沒有之前那麼高 大家都要預計這幾年 就是內地方面都是一個首的年份 其實你看到通脹在外國也那麼高 也會影響到全球的資源價格的發展 所以我認為內地方面的經濟其實不會那麼強勁 所以如果A50是一個挺好的防守的一個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